我们再来看到在北市的士林区是发生了一起在八分钟之内两度纵火的连续纵火案件 这一名嫌犯郭姓男子他常常被隔壁的房客投诉他的生意的时候太吵 再加上他最近租约到齐房东不续租了 他一气直撒竟然是直接选择到房客的门口来泼洒汽油纵火泄愤 而且接下来还没结束他又跑到了附近的民宅去丢纸汽油袋 当然是吓坏了住户了 警方护报之后很快就抓到人了 不过这名嫌犯工程说是因为有官司纠纷 他才会跑到当事人的住处来撒远抱负 三更半夜郭姓嫌犯不回房间 而是到隔壁房客的门口泼洒汽油 随后蹲下纵火分租逃房的走廊瞬间陷入火海 吓坏了厉头房客 一打开他的门火已经烧到差不多这么高了 晚上会喝酒然后会吵到另外一位主客 就这样也没有怎么样就是口角而已 男子纵火后逃离了现场 但不是去躲藏而是又到了附近民宅 继续犯案 纵火烧车还不够 他点燃汽油弹就往民宅丢 尽管没有引发更大的火事 但已经让民众担心受怕 连续纵火案发生在台北市市林区 郭欣嫌犯先前曾被住户投诉 深夜吵闹加上租约到齐房东不续租 他一气之下竟然就辖院报复纵火 所以他又想到自己官司再生 竟然又跑到告他的民众家外头 丢职汽油弹泄愤 八分钟内连续犯下了两起案件 但告他的民众早就搬离这里了 国情嫌犯九国三巡冲动重火泄愤 索性没有酿成伤亡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记者身上林昭贤台北报道